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珍 这个是我的地形系列课程的第四讲 还没有看过之前课程的朋友 可以直接点进稿件列表去看一下 前面我介绍了如何通过Sketchup 直接获取三维地形的方法 可惜这个连接外国的地图网站 经常不稳定 科学上网这一步就拦倒了一大片人 那难道只有国外的人 才愿意分享这些地图数据吗 当然不是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个国内的小工具 一样可以获取到任意城市 任意地点的三维模型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给个三连一时一时 好 我们直接进入教程 好 我们这些可以用的软件 主要是这个 这个叫local space viewer 然后会搭配一些其他的小插件 一个是谷歌地球的取点工具 然后还会给你们一个这个grasshopper的 一个相当于写好的一个电池组 然后那我们这个是怎么使用 就是你拿到这个文件夹之后 你在这个地方双击下生成桌面快捷方式 他就会生成一个桌面的启动方式 就是这个地图的图标 然后我是把它放在这个开始财团里面 就是这个他叫图星地球 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那么打开这个地球 它的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幻影界面 你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顶上 就是我们是他默认的这边 应该是场景数据啊 是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去设定那个范围 然后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保存一些你的场景 而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形默认应该也是没有的 先把它移除掉 把它默认的这个这边呢 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包括这个也是没有的 这个我先把留着吧 就到时候我们做这个场地的范围的时候用 那你怎么去加载这个地图呢 就是一个是在这个在线地图这儿 就是一个是他可以去选择这个谷歌地球 他有一个谷歌地球的影像 但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开始的界面也说了 就是因为谷歌地球呢 他现在不提供这个停止更新服务了嘛 所以他这个地图加载出来就可能会特别慢 应该是需要一些科学上网的这个工具才行 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提供了一个替代的这个数据 就这个地方有个三维地形 你看到这有个srtm3然后90米 这个是一种数据的这种格式 然后你把它点一下他就会加载出来 就在这个地方他就会有一个地形 就是他这个是一个90米精度的 他这个精度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也勉强给我用了 谷歌地图里面他用的这个精度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精度更高的这个在线地图的这种三维地形的话 他可以你可以去他的这个网络上面去摆 就在这个下载里面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到他有什么30米 然后什么12米还有5米的这种精度的 但是这种这些精度的话他这个软件里面不提供 他提供了免费的就只有这个90米精度的 但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只是建一个大概的一个地形的话 其实也是够用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设计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建筑 就是我们的景观这些上面就是集中这里的空间层面上面 地形呢他只是一个大概的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一个地形的这个框架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之后呢怎么去处理 就是一个是这个地形上你要把它弄一个这个图层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三维地形 这里去把这个srtm3这个把它这个加载进来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卫星图这样 你可以去加载一个比如说我们要一个天地图的这个影像 在这个图层里面你就可以去加载一个新的这个图层的这个影像 那么他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ps的这个图层一样的 包括你要去加这个道路标注对吧 我们一样的用这个比如说天地图的这个道路标注 这样子你就会看到这些地名他在这个地方标注出来 那么这样子方便我们去选择 那么我之前呢是已经选择了一块就是山地啊 就是这个地方我已经框出来的一块 就这个这个地方什么西岭雪山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选择的这一块地方呢 因为它是一个山地啊 所以就看起来他到时候的这个地形看起来就是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他这个地形呢就是srtm这个地形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用鼠标右键 还是你拖他不松死吧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可以啊 产生这种就是他有凹凸的效果的 就是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个地形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勾好 如果我把这个勾把这个图层这个勾改去掉 你看这是块平地对吧就是这个平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地形这个勾了就要打上 然后勾上了 然后这个地形它就凹凸的这个起伏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去获取的这个地形对吧 这个就是它这个精度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是它基本上是符合你的这个整个场地的走势对吧 就是你的这个建筑你的这些路网啊 这些哪些地方是凹下去的 哪些地方是凸起来的 反正就大概是能用的 那么这个顶上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这个是我自己画上去的 你可以自己再去画 你可以把它删掉 就比如说你要去再把再去加一块 比如说我要去要这边的这一块 比如说你要去要这样一个村子 一个村落里面的这个场地 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编辑在顶上 你去绘制一个举行 然后你直接这一方点一下 这一方再点一下 双击一下 它就会出来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给它命一个名字 比如这个地方叫什么上霸春对吧 上霸春 然后你点确定 这个地方它就多出来了一个 然后你点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些地名之间去切换 就是你去把标注好的 你要导出来的这些地方对吧 有犀利雪山在这边这一块对吧 你也可以去把删掉 右键直接在这边删除 你就可以把这一块地形给删掉 这个然后包括下面的东西一样的 你可以右键可以移除图成 添加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去找添加你的这些标注 这种他提供了很多种格式的 包括他这个里面提供了一些历史的地图 比如说什么西汉东汉三国时期的地图 他这个一样的就是你要去点了之后 稍微等一会他就会加载出来 他的稍微会卡一会 就是把我之前试过的就是这个地方 稍微会有点慢 但是他可以加载出来的就是他可以 加载一些古代的这个地图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在古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就这个 那他这个稍微有点慢 就是你要多等一会耐心的等一会 他就会加载出来更多的这个细节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去慢慢的等他了 我就直接把删掉了 就是你知道有这个功能就可以 但是就我们也不会经常来用 就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些比如说什么古代的什么历史博物馆 你就可以去查一下这些历史的地图对吧 他这个还蛮有用的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地图啊 什么气象图啊什么海图啊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如果没有需要的话 你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获取这个3D地形的就可以了 他这个里面还提供了一些挺有意思的功能 可以用大疆这个无人机去扫描一些地形 然后他可以直接把你这个地形给你转换成这个地图数据 他还挺有趣的啊 那么我们这里我们主要是用到他的这个 就是我们去下载他的这个3D地形啊 就是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它拿到我们的这个建模软件里面 去把它生成出来一个真实的这个地形 那么这个框选这个范围框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点到下载 这儿有一个提取高层啊就是这儿提取高层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这个选择面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面上面去点一下 你就可以啊获取到就是你要去下载的这个 这块地方的这个高层信息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会弹出来一个叫采样间距的 就是这个地方啊 他会以多少米去进行采样 他这边默认的是945米啊 他这个地方采样点数 他默认他就是给我们90个采样点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采样的精度不够 你可以手中去设置去修改 比如说这地方我把它改成一个300 你看他这地方采样的点就变了变成957个对吧 你如果把这个采样间距呢 你可以设置成100米比如说 这地方就有8000多个点了对吧 就是你的这个采样的这个间距呢 就是设置的越小 他这地方采样的点就越多 就是啊你像密密麻麻的这个场地上去采了很多个点对吧 然后你就把他的这个还原的这个精度呢 肯定就是越接近于他的 但是因为你这个场地本身他的这个精度呢 也不是特别高对吧 因为他是一个这个SRTM 这个90米的精度的 所以你也不用去把这个点设的太高的精度 就是一般来说 这方你的根据你的这个场地范围来吧 就是一般来说我可能设置到一两千个点 我觉得差不多就够了 比如说我这方我为了演示 我就设一个300米的这个采样间距 然后完了点了完了之后呢 你点一下这个地方的提取 然后他就会把这些点呢全部给你提取出来 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设置他的这个啊 这个采样间距的话呢 你就不用点这个地方 就是他默认的就是给你90个采样点啊 那这地方我设置了这个采样间距之后 你点一下这地方提取 然后再点这个导出 那导出的时候呢 他会默认的给你导出文本数据的格式是GRD啊 你要去改一下 改成这个CSV的这个格式 然后这地方我之前导出了这个西林高层 西林雪山的这个高层点啊 就是我这一方啊 再导一次吧 我这一方就必须改他名字啊 他默认的这个什么Desktop 然后高层点啊 保存一下好导出成功 好导出这个高层点之后 我们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修改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啊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Excel文件就可以打开 那么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他这个顶上有一个Longitude Latitude 然后还有一个Elevation 就是这三串数据 我们要去给他交换一下位置啊 就是我们一般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这个Azer 然后先去插入一段啊 就是然后把这个CZ的CtrlX 整个把这一列吧 CtrlV复制到 A这段呢 然后把C这段 再去把它删除掉啊 这一条 然后就相对于 我们再在A这里去插入一个 就是你要去改一下顺序 他默认的是个Longitude 然后Latitude 然后再是Elevation 我们去把它改成Latitude Longitude 然后这个Elevation 然后在这个A这里呢 我们再去插入一段这个序号 就是我们这个顶上的这一排 我们不要啊 先把删掉删除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输 这儿输个序号 1 2 3 然后我们输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地方直接 这个地方变成这个小的这个黑色的十字的时候 我们直接往下面拖 我们这个总共有900多个数据 对吧我们刚刚看到 然后拖900 900多个 拖到这个最后一个这儿来 然后自动给大家一个序号 这个地方 好 完了之后呢你直接点这个 这个另存位吧 F2 直接去改这样子去改吧 就是你直接 啊 右键啊右键你去 改这个重命名啊 就是他这个点txt后面 就不需要这个csv的文件呢 就把这个点csv把删掉 或者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 比如说我之前是这样子改的 就是你直接 你直接把这个csv啊 就是你直接这样子 你就直接啊 去把这个地方改成txt 也一样的 就是但你先要去把它这个数据啊 就改成这个先是啊 序号然后再是latitude 然后再是longitude 然后再是elevation 就是你要去把这个啊 三列啊 改改过来 改了之后呢你就得到了是这种啊 就是他这个这边一二三四 对吧然后这边这一这 这后这个后面这个牌是这个 呃 latitude 然后这个是longitude 然后这个是elevation 就这个这个顺序啊 这是对的 然后你得到这个高层点之后呢 就是啊 其实这个跟这个是一个东西 就是我之前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我们得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要去用一个工具啊 叫这个谷歌地球取点工具啊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他这个工具啊 就是你直接双击它就可以了 它会弹出来一个提示啊 就是你不用管它 它是啊说让你去啊 注册正版什么的 你不用管它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直接这个地方打开它就可以了 打开你在那个地方点啊 这个这个软件上面 我把这个 就你在这个地方点打开 然后它会弹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啊 你不用管它 直接点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们用刚刚这个desktop高层点 对吧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就得到了这些点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对吧 就是这个是序号 这个是维度 精度海拔 其实啊对应的这个啊 我们刚看到的这个英文数字 对吧 就是这个序号 然后这个latitude longitude elevation 然后我们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再点一次输出 然后它又会弹出来这个啊 让你去注册的这个 你点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点一下这个转换 点一下 然后点确定 转换了之后呢 它就给你把这个 所谓的精度维度 然后海拔 它会给你转换成一个叫 重坐标横坐标高层的这个信息 然后你再把这个 相对于啊 这个是精维度的这个信息 它这个是在地图软件里面识别的 我们要去把这个精维度的这个啊 这个和这个海拔啊 转换成一个xyz坐标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建模软件 它在那识别 那么这个时候再转一次 我们点了转换之后 我们再转 再点一下这个mafgis格式 就是这个 我们点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得到一个这个 叫什么采集数据啊 什么DAT啊 就是这个这个DAT的格式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 直接倒到系列里面去 我们好存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得到这个的吧 就是这个其实跟这个 这个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采集的数据 那么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打开这个吸流啊 就是 那么啊打开吸流之后呢 一样的 我们先打开这个grasshopper 那么这一次呢 不需要用到什么插件 你就直接啊 把我就是配套资料里面 发给你们的这个啊 DAT文件转换 一点证这个啊 这个电池包啊 直接把拖进来啊 拖到这个grasshopper里面 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做好了之后呢 就是啊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用啊 就是啊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池就是啊 你直接右键啊 去叫select one existing file 就是这个地方啊 你去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DAT文件 就是啊 选择我们刚刚的这个DAT文件 采集数据对吧 就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他就已经把这个文件 识别出来了 识别出来就是他把所有的点啊 就已经给我们转换出来了 转换出来了之后呢 就是啊 这个地方就是得到的所有点 这个点在哪儿 然后我们在双击perspective 这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去选到这个标准里面 有一个这个啊 放大镜对吧 说放置最大范围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点 对吧 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点 我们比这个啊 300米采样的得到的这个点啊 就是每他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应该是300米 我们去量一下 我们distance大概量一下 对吧 差不多是300米啊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补 因为这个点还没有bake出来 所以啊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形里面 看到的这个东西对吧 把这个关一下 就这个东西 那么就是这块啊 我们就相当于啊 按每隔300米取一个点 每个300米取一个点 我们把这个点呢 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地图呢 这个数据把这个采样出来 就得到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点得到了之后 你下一步的操作对吧 就跟我们之前呢 完全一模一样对吧 你可以直接 你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点bake出来 就是你直接主标中间点一下这个啊 这个bake 就把bake出来 bake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vino里面 再去做这个啊 patch的这个操作对吧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你这个地方一样的啊 就是比如说我这双默认的设置的 就是154511 然后你点确定啊 就可以生成一个这个曲面出来 对吧 我们打基地模式 这个东西 这个接下来的操作就是 你去切这个很高线对吧 然后再去生成台地啊 这个都可以啊 然后啊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刮收破里面去做这个操作 当然如果你对刮收破比较熟悉的话 就就可以啊 完全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操作 那其实刮收破里面 他所有的操作 其实跟系录里面是一模一样的方法 就是等你这个得到点呢 去patch 你这个刮收破里面patch 也一样的可以 这地方你把点输入给他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 patch 然后这地方的细分数 对吧 我们之前设个50 你直接可以输入一个50 然后把这个点出给他 一样的啊 这个其实这个所有的操作 然后包括你要去做这个几出啊 然后去做这个啊 切等高线 然后再去啊 切成台地啊什么 都可以操作 就是如果你熟悉这个刮收破 就是啊 你就可以直接在刮收破里面 去进行所有的操作 但是如果你本身对刮收破 这个软件都不熟悉的话就是啊 你也啊 就不用去掌握后面的东西 你就记住 你拿拿我给你这个电池啊 就是这里右键 然后你把selector one existing file 你把这个dat文件找到了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dat文件找到 找到了之后呢 你这个地方直接把bake出来 这得到所有的这些点啊啊 现在的操作呢 就跟我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 课程里面讲到的一模一样 就你拿到这个点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啊 系列文件里面去生成面 生成这个排列啊 这个然后你再把它转成SU格式 转成什么格式都可以 那我这个地方呢 我再啊 简单的演示一下 就是怎么把这些点啊 就快速的就是啊 生成出来啊 就是得到我们的这个曲面啊 就是啊 我们这里patch 然后确定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层里面呢 我们给他啊 放到一个新的图层里面去吧 放到图层1里面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点给他关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 我们一样的把它拆一下啊 你在tops里面去拆减一下 画一个框 大概得拆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只要这个范围 因为patch这个命令 它比较好用的就是啊 它会自动的去帮你 延伸出去一点点 就是让你的这个边界 看起来没有这么突兀 如果很多 就如果你的这个边界范围 就是不完整 比如说你是一个三角形呢 它有时候生成出来的这个 形状就很难看啊 就是啊 所以我们一般是用这个patch 这个命令啊 就是啊 我们再去修剪一下 然后我们到perspective 这个 我们把这个删掉啊 然后我们把它挤出去了 一个厚度 把这个点先关掉吧 然后我们挤出来一个厚度 我们回到fronts 然后点这个放大镜 然后画一根直线把它切掉 为了内容切掉 稍微要往上挪一下 然后修剪 把这个下面的剪掉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多通曲面啊 就是现在这个是多通曲面 我们把它转换成网格 点这个浮标 确定 那么我们把这个多通曲面呢 我们先把它 我开了 拿这个网格来生成这个 等高线 就是我们换一个图层 我们换到这个图层 换到图层 再生成等高线 这个里面我们来生成 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地图 大概是有这个尺寸是多大 因为有时候不同的尺寸 你切的这个等高线 你有一个几公里的这个高度 对吧 那你切这个等高线 你就不能切太密了 切太密了 有可能这个电脑就会卡死 输distance 大概亮一下这个地方 一千多米一千多米 那我们输入一个五米吧 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输 先选中它 然后我们这等距断面线 然后这 然后推置的方向 然后等距断面线的间距 我们输一个五米 这个还有将就 就是它会稍微卡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等距断面线 就是这个 这就是等高线对吧 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等高线 得到了之后呢 你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 然后我们再换到图层3里面来操作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等高线一起选中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extrude 挤出 挤出的长度对吧 还是五 然后这个地方实体一定记得是 然后我们直接输入五 它会稍微有点卡 确定 我们把其他的存在全部关掉吧 我们现在只留这个 然后我们开成这个极力模式 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这个地形其实就见出来了 这个很完美啊 那你在SU里面也可以去编辑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都是折线啊 它不是这个曲线的 这个SU里面也很好编辑 包括你要去打印出来 做3D打印啊什么的这个 都可以很好做 非常的完美啊 总结一下 首先你要在图星地球里面 获取到CSV格式的高层信息 然后用Excel手动的修改一下它的格式 然后再用谷歌地球的取点工具 给它转换成DAT的文件 最后用我给你们的Glassroper代码 再来一转换 就可以生成三维的曲面 那么从曲面生成到台地 剩下的都是常规的操作对吧 第一次课我们都讲过了 怎么样很简单吧 学会的同学在弹幕里Q个1 学废的同学在弹幕里Q个0 让我看看大伙的学习战果如何 下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从网上下载高清的卫星航拍图 高清到连你家的房子屋顶都能看到 想看的朋友可以把期待打在工程上 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吝啬你的一键三连 你的鼓励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 谢谢朋友们 感谢观看